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关系到很多人的权益 而且大法官已经说过是违宪 第二个我想请问我们的国防自主 以及军售军购这一部分的问题 整个的流程我们在监察院去年经过国庆委员会的调查 总共通过27个调查报告 其中我们军事采购尾斯的案件有10件 占了37% 那么我们纠正案9件 采购尾斯有6件 占了67% 整个造成政府公务部门预算浪费 大概有136亿多 我想我们国军的资深干部都清楚 国军建军军购的采购都有详细作业规定 依据各军种的作战需求 然后提出来完成作需文件 再编制系统分析报告 最后进入投资纲要计划 这是一个行之多年完整严谨的规范 但是这里面被监察院纠正做这么多尾斯 是不是要有精进的空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等一下一并回答 我想原来是希望部长回答他先走了 军售跟军购是不一样的 请大家看一看 军售是依据美方的利益 军购是依据我们作战需求 有钱买不到我们要的 过去到现在 我们希望买很多先进的武器 增强防卫作战的能力 但是美方不卖 但是美方卖给我们的军售 是依据他的武器制造商 很多都是堪品甚至废品 媒体或者专家有很多评论 所以我希望国防部给我回应 军购军售国防自主 目前的比例是多少 如果没办法及时回应 请提供书面资料给我参考 我要让国人知道 这些配比是对整个国家 建军备战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二个就是我刚才前面问的 有关监察院的调查报告里面 提出这些采购案的为师 国防部能不能采用具体的措施来改进 委员有关监察院的那个部分 我们在行政院苏院长的指导之下已经完成了检讨 那我们也在流程上做了一些改善 这整个书面报告也是公开的部分 我们会后可以给委员参考 好那么我另外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追问 严部长说过 针对疫情防范做最坏的打算 最好的准备 我相信国防部已经做了很多 也很多委员在关心垂询 我要提一些细部的 现在应期的第二第三预备指挥所应该都没有问题 所有的设施 但是我想问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 如果你异地办公 你的资讯流也就是你的网路资讯 是不是有配套的 而不是人分开办公而已 资讯流如果要把机敏的公文在做流通的时候 资安的维护有没有做到 第二个如果疫情扩大 变成有一个指挥所要必须要封起来 第二套第三套值班的人培训好没有 不是随便人可以去JUCC值班 我想各位都很清楚 这一点必须要做完整的规划 也通知市长也在 希望你们能够做到 我是提醒各位 那么还有一点时间我想提醒一件事 跟疫情有关 我们海军的敦陆支队 三月初起航 预计四月回来 是不是回来之后 也要有14天的自主管制 14天 相关的配套措施 因为三艘舰 牵把个官兵 那些安全维护的工作 必须要早一点完成 另外目前还没有回航 他们的防疫物资 防疫能量够不够 出发之前有没有充分的准备 如果不够 有没有最快速的方式 透过外管 能够送到他们下一个港口 因为这是我们很重要的海军战力 这是我提醒国防部 最后给我十秒钟时间 本来想问部长 部长提早离开了 是不是给我公开的一个回应 本席就职到现在 有没有跟国防部 要过索取过机密资料 请副部长回应一下 没有 好谢谢你 谢谢 好谢谢吴思怀吴委员 副部长各位观点请回 接下来我们请陈雪森陈委员